此份教材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校园化学实验室的环境安全 其中以压力系统为主轴 提供大家对于实验室中多种压力设施的认识 接下来的影片会带大家一一做介绍 那么要增进安全就是要防止危害 对于防范危害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认识危害 只有了解了危险的成因才能进一步的避免它的发生 在之后的每一个主题 我们都会从介绍该压力系统的原理和作用开始 并讲解实验前后可能会发生的危害 还有如何做好防护措施 最后提及如何进行压力系统的维护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要介绍的主题有 高压气体钢瓶 玻璃风管 高压反应器 水热法 灭菌服 杜瓦与真空反应系统 还有微波辅助反应 消化 萃取系统 介绍高压钢瓶 我们先从钢瓶的分类开始做解说 高压气体钢瓶 可略分为液燃气体 非液燃气体 还有毒性气体等大分类 液燃气体 例如氢气 以缺 丙碗 丁碗 等等 非液燃气体 例如氮气 氧气 氦气 氧气 二氧化碳 等等 毒性气体 例如 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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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溪拳 氨气 等等 介绍完钢瓶的分类后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钢瓶的存放主义思想 存放钢瓶的环境应该要保持空气的流通 若是放置在密闭空间 且钢瓶不幸发生漏气 就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且存放的环境附近5公尺以内 不可以有液燃物 那在存放的时候呢 高压钢瓶应该要按照气体的分类 分别存放 此外 石瓶以及用完的空瓶 应该也要有所区别 所以也要分别存放 氧气 应该要和液燃性气体 分开存放 避免危险发生 存放的场所 如果有包含毒性气体类的高压钢瓶 进入场所时 操作人员应该要佩戴呼吸器材 或者是放毒面具 而场外也要有人监控 避免事故的发生 在存放的场所 高压气体的管路 要有明确的流向 还有种类的标示 存放的环境 也应该要远离电线 电气设备 还有散热器 热源 或者是日晒 保持环境温度在摄氏40度以下 储存可燃性和助燃性的 高压气体钢瓶场所 的附近设备 应该要是防爆型的设备 此外 可燃性气体 存放以及工作场所 严格禁止造成烟花和火花 避免爆炸事故 而且呢 还要设置明显的 严禁烟火警告标志 而在钢瓶本身的部分 会使用中的钢瓶 应该要盖好钢瓶盖 或者是平伐护帽 并使用符合尺寸的固定架 或固定座固定钢瓶 配合扣带和锁链 将其绑好练好 避免在地震 或者有其他意外 发生时 钢瓶倾倒而产生危险 了解完高压钢瓶的存放后 接下来 我们再来介绍 高压钢瓶的作动注意事项 在使用钢瓶前 我们应该要先检查 确认钢瓶内的气体 是否有符合 我们的使用目的 而当要进行短程的移动时 应该要使用钢瓶专用的手推车 来移动钢瓶 上头的钢瓶 必须要盖好平伐护帽 不可以用拖行 或者是滚动的方式来移动钢瓶 而且要极力避免 衰落 或者是剧烈撞击钢瓶的状况 如果要吊伸钢瓶 切记 不可以由平伐护帽的部分进行提举 应该要使用钢瓶专用的吊栏 最后 我们来介绍高压钢瓶的保养注意事项 钢瓶所需要装置的压力调节器 要注意 它的材质是否可以配合钢瓶内的气体种类 那么在装卸的时候 要用灶泡检测 来检查是否有漏气的情形 另外不可以失去钢瓶上面的标记 或者是改变钢瓶的涂色 不同的气体钢瓶 有专属的钢瓶涂色 如果改变了 就会造成混淆 钢瓶盖 还有平伐护帽 只有在钢瓶使用的时候才能移去 而当钢瓶使用完后 应该要记得将气阀旋警关闭 钢瓶盖 还有平伐护帽 也要盖回去 要进行钢瓶的远程移动 不可以将钢瓶置于后车厢 或者是汽车的内部 应该要由货卡车来载送 如果发现高压钢瓶的接口 有漏气的现象 要立即关闭总阀来做检查 如果是发现钢瓶的本身有漏气 则要立即关闭总阀后 马上联络厂商 或者是环安卫中心来处理 不可以擅自移动 那么以下呢 是高压气体钢瓶的检疫操作流程 首先 使用符合尺寸的扳手工具 在钢瓶上装设调节器 然后将调节器的气阀关闭 开启钢瓶的总阀 接着 使用灶泡检测 来检查调节器和钢瓶的接点 有没有漏气 确认没有漏气 而且排气阀和气体管路阀都关闭后 才可以慢慢打开调节器的气阀 调整到所需的工作压力 最后就可以打开气体管路阀 来做气体的使用 而如果要更换钢瓶的话 要先将所有的气阀都关闭后 才可以卸除调节器 首先先来介绍什么是玻璃风管 玻璃风管是将化学物质 封于密闭玻璃容器中的操作 而通常选用来做风管的玻璃管为安剖瓶 它的特色就是管口细长 我们在做风管的时候操作会较为容易 接着讲解实验时的注意事项 上图就是玻璃风管的操作流程 那在做实验的时候 为了安全 手与火焰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左右手应该要和火焰的中心点距离5公分 不可以为了操作的方便 就让手和火焰的距离过近 那实验结束的时候 务必要将气体钢瓶关紧以后 再离开 在做玻璃风管前 我们要注意提供火焰的燃烧气体的压力 是否足够 如果不够的话 就不能继续使用 以免危险 那在开启火焰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气体开启的顺序 这里就以乙缺氧焰为例 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先开助燃的气体 也就是氧气 然后再开可燃的气体 也就是乙缺 那关闭的时候 顺序就要反过来 我们要先关乙缺 再关氧气 接着来介绍使用火焰的部分 玻璃的材质 可以分为二氧化系 和石鹰这两种材质 二氧化系的软化点 大约在600到800度 而石鹰的软化点 则大约在1600度到1700度之间 那么因应不同玻璃材质的软化点 我们就可以搭配不同种的火焰 那常见的火焰温度 可以参照左边的图表 而一般实验室 常用的组合 是二氧化系玻璃管 搭配酒精喷灯 或者是夹缆喷灯 就足够了 那当我们使用夹缆喷灯的时候 调整好夹缆 和氧气的比例后 要注意 让火焰呈现蓝色 才算是完全燃烧 如果在做玻璃风管时 不小心发生烧烫伤 应该要按照 冲脱泡盖送的流程 紧急送医 认识高压反应器 首先先来介绍 高压反应器的基本构造 依照不同的家人模式 我们可以把高压反应系统 分为烘箱反应系统 和微波反应系统 先来介绍 烘箱反应系统的部分 烘箱反应系统 所需要的反应容器 为铁弗龙内乘钢杯 铁弗龙内乘钢杯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铁弗龙反应槽 也就是反应物进行反应的场所 第二个部分是不锈钢杯 它负责抵抗高压的环境 其中不锈钢杯又可以分为 不锈钢杯主体 不锈钢上电片 不锈钢下电片 还有不锈钢旋转盖 那在做反应的时候 反应槽会产生高的环境 所以为了安全 必须要确认反应槽本身的盖子 是否有锁紧 而钢杯可以使用不锈钢旋转棒的辅助 来将不锈钢旋转盖 完全锁紧 接着来介绍微波反应系统 它的反应容器一样 是以铁弗龙为材料 微波铁弗龙反应槽 有反应槽主体 旋转上盖 以及上电片 那么和前个系统不同的地方在于 用来抵抗高压环境 变成由高分子固定价来提供 而不是不锈钢杯 其中 微波反应系统 完整的结构还包含 高分子固定上电片 高分子固定上盖 还有高分子包括外壳 而整个系统 可以使用辅助旋转转子 还有旋转固定架 来将各部位锁紧 以达到安全的目的 那反应器的各部位零件 都有它们的用途 还有安全考量 因此 如果有缺少任何部位 不可以强行使用 以免危险 由于这两个反应器 本身有材质的差异 而且反应的原理也不同 那尽管这两个反应槽 都是由铁芙蓉的材质所构成 但是为了安全 严格禁止将这两种反应槽 交换做使用 而铁芙蓉拥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和抗扶持性 但是考虑到它的软化点 那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不可以将反应温度设定超过225度 认识水热法 水热法是将反应容易放置在水热府中 利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进行反应的一种方法 可以进行水热法的两种系统反应器为 铁芙蓉内秤钢杯 以及微波铁芙蓉反应槽 那在进行实验前 我们应该要先检查 反应器的各部位零件 都是否完整 那因应安全的考量 如果零件有缺少的话 就不可以强行使用 以免危险 当在使用不同材质的内秤杯时 可以进行的最高温度也就不同 例如说 一般的铁芙蓉材质 最高可以承受温度 大约在220度以下 另外 实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反应槽的密闭性 以免危险 例如在使用铁芙蓉反应槽的时候 就要注意其杯体 还有上盖 是否可以完整的密封 此外 为了安全 反应杯的填充容量 也要做考量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 溶液的填充容量 应该要小于 反应杯总体积的60% 那在化学反应实验的本身 溶剂选择的依据 也有多个考量 在反应压力的方面 可以先查询溶剂的废点 左图就是常见溶剂 在长压下的废点表 实验时可以多加利用 而溶剂填充于反应槽内 在填充量不同的状况下 高温时所产生的压力也会不同 要特别注意 另外 溶剂的灵界温度 和灵界压力也很重要 右图呢 就是各种溶剂的灵界温度 和灵界压力表 当溶剂超过灵界温度的时候 密闭溶剂内的压力就会骤然上升 非常可能会有爆炸的风险 因此 在一般水热条件下做实验的时候 应该要尽可能不超过 使用溶剂的灵界温度和灵界压力 避免发生危险 那如果实验有需要用到比较高的温度 那我们就应该要选择 灵界温度比较高的溶剂 最后 记得在实验完成后 要充分清洗 铁弗龙内秤杯 以免影响到下次的实验 首先 我们先来介绍灵骏斧的基本知识 灵骏斧是生化实验室常见的设备 当实验需要无菌的器材设备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灵骏斧来杀菌 它的杀菌原理 是利用灵骏斧中的密闭高压环境 所形成的饱和蒸汽 来兑付细菌和孢子 使其内部的蛋白质和酵素预热而变性 进而使菌体死亡 在灵骏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要依照实验的目的 和带灵骏器皿的材质 来决定灵骏的方法 还有适用的温度 由于灵骏斧内的气压 是约为1.2大气压的高压 因此不可以将密封器具 放进灵骏斧内 以避免玻璃器具的破裂 或者是塑胶器皿的变形 接下来来认识一下灵骏斧有哪些种类 依照台湾的法规 压力容器被分为三种类别 分别是第一种压力容器 第二种压力容器 还有小型压力容器 而灵骏斧呢 会依照不同的规格 落在第一种压力容器 和小型压力容器 这两个类别 先来介绍第一种压力容器 的高压灭骏斧 只要符合灭骏斧中的最大压力 和容器的成绩大于0.2 或者说呢 最高使用压力大于1公斤每平方米 且容器大于0.2立方米 又或者是 最高使用压力大于1公斤每平方米 且锅体的内径大于50公分 然后锅体的长度又大于1公尺 锅都可以称为 第一种压力容器的高压灭骏斧 而要判别是否为小型压力容器的高压灭骏斧 就简单多了 只要是规格上 容器小于第一种压力容器的高压灭骏斧 就都被归为此类 这两个种类的灭骏斧 在操作时有不一样的要求之格 若是要操作第一种压力容器高压灭骏斧 则操作人员必须要拥有执照 并且要固定性地接受在职教育训练 而小型压力容器的高压灭骏斧 要求门槛就没有这么严格 只需要操作人员接受过相关教育训练 就可以使用 在使用小型压力容器的高压灭骏斧时 有几点要求需要注意 在灭骏开始前 要先确认斧内是否已经加入足够的水量 带灭骏物如果是水容易 建议装载玻璃瓶的容量不要超过8分满 并且将瓶盖悬松 避免在高压灭骏的过程 玻璃瓶有破裂的情形 有连续灭骏的需求时 每次的灭骏应该要间隔15分钟 让灭骏斧先冷却再使用 另外带灭骏物的容量 不可以超过灭骏斧容量的8分满 灭骏斧在使用的时候呢 注意要将压力盖锁紧 避免灭骏的时候有蒸汽外泻 造成人员的受伤 灭骏时会产生高温 所以不可以用手触摸灭骏斧的门盖周围 当灭骏完成的时候 要先等到压力归零 我们才可以打开门盖 并且操作人员要戴上防护眼镜 和隔热手套 注意蒸汽的释出后 才可以取出灭骏的物品 另外眼镜在无人看管的状况下 擅自使用高压灭骏斧 再来是使用第一种压力容器 高压灭骏斧的注意事项 开机前 我们要先检查水源 蒸汽源 电源等供应源是否正常 接着在物品装载量的部分 跟前面的小型灭骏斧一样 我们不可以装超过八成的容量 而且带灭骏物之间 应该要有适当的间隙 另外 当灭骏物为感染性废弃物时 我们就要使用灭骏专用的垃圾袋包装 而且垃圾袋的上面 应该要有清楚的标志 显示其为感染性废弃物 而灭骏袋的材质 应该要有抗湿热 抗高温 抗高压等特性 才不会在灭骏的过程中 释放出毒性 产生危险 带子本身也应该要有 蒸汽通透性 或者说有开口 才有力蒸汽进入 进行灭骏 完成灭骏以后 如同前面小型灭骏服所提的注意事项 一样要先确认压力归零 戴上防护眼镜和手套 才能将物品取出 其中 如果灭骏物为液体 要特别注意 要先等其降温以后 才能打开锅门 避免液体有突费发生 建伤人员 另外补充 灭骏时 蒸汽牙应该要保持在 最高使用压力以下 并避免气压有剧烈的变动 接下来来认识一下灭骏的条件 在感染性废弃物的方面 就有两种灭骏的方法 一个是在135度的高温 以2.18公斤每平方公分的压力 持续45分钟 另一个是在121度的高温 以1.06公斤每平方公分的压力 持续60分钟 而在处理感染性废弃物时 灭骏前还要贴上指示胶带 在专用灭骏袋外 灭骏后 指示胶带就会从白色 变成黑白色条纹 就可以判别是否有经过灭骏 而如果是像是其他的 培养机试管的清洁物品 则要按照实验所需 和灭骏的内容物 来自行定定条件 此外也会建议 处理感染性废弃物和清洁的实验物品 要做区隔 用不同的灭骏符来做灭骏 最后来介绍灭骏符的保养与维护 各类的灭骏符操作人员 应该要在每个操作日 做清洁 并且执行作业前检点 记录在作业前检点表上面 确认都没有异常以后 才能进行灭骏符的工作 另外在灭骏符工作时 所需要监测的事项有 温度、时间、还有压力 上图就是桌上型灭骏符 作业前检点表的表格 那当然 只有操作人员的作业前检点 是不够的 公务部门还应该要定期到单位 进行设备保养的检查 其中第一种压力容器的灭骏符 就需要每个月做定期的检查 并且请现场的主管做核签 并且保存检查的记录 而小型和第一种压力容器的灭骏符 都应该要做每季和年度的保养 另外 第一种压力容器的灭骏符 还必须要由国家委托的代检单位 每年定期进行核检 并且更新使用的年限 认识度瓦与真空反应系统 首先 我们先来介绍真空反应系统的基本构造 在真空反应系统中 最重要的主体管线就是苏仁克线 苏仁克线是由德国化学家威廉·苏仁克 所发明的实验室玻璃装置 那这个装置在操作对于湿气 跟空气敏感的化合物非常有用 那它的核心就是多个通气接口 以及玻璃双排管 这个双排管的其中一根 就是惰性气体管 它的入口跟装有惰性气体的气体钢瓶 会做相连 而使用的多性气体通常会是氮气或哑气 而在这个引入多性气体的管路中间 也会连接一个除水装置 如图中左处所示 而多性气体管的出口 会经过一个装有细油的安全起泡器 它的作用是为了观测控制多性气体的流量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连通大气环境的卸压通道 确保反应容器内的压力不会因为气体的持续通入 或者是反应产生的气体造成过度高压的现象 那它也可以作为缓冲 如果管线内产生负压的时候 安全起泡器可以防止空气直接进入 玻璃上排管的另外一根 则是真空抽气管 它会与真空邦谱做连接 可以为反应装置除去空气和氧气 提供真空的环境 那这个真空管会经过一个cold trap 也就是冷凝管 冷凝管会浸泡在一个成有液态氮的度瓦瓶里面 利用低温来收集气体溶剂 也避免气体直接进入邦谱 而造成邦谱的损害 那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依照实验的需求对管路做切换 看是要使用多进气体管 还是真空抽气管 在实验室中 常使用真空系统的实验 有像是氧化还原反应 空气敏感物质处理 氢化反应 催化反应 又或像是溶剂的除气跟去除 又或者说是减压蒸馏 在前面了解完真空系统的运作模式后 接下来要来说明实验室有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如果操作不当 实验室有可能会有下列的几种危险发生 一 因为气体过度加压而造成压力爆炸 特别是钢瓶气体通入反应器皿 而造成压力直线上升 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在多性气体线要通气的时候 气阀要慢慢打开 并且配合骨炮气 看看是否气体的通入速度过快 二 冷凝管的液面高过内管 和产生堵塞的现象 当我们使用杜瓦瓶来装液态氮 收集减压蒸溜与冷凝管 所产生的容器时 要注意杜瓦瓶内的液氮是否足够 那如果收集的溶剂过多 我们就要来看冷凝管的内管 会不会有阻塞的情况 如果阻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反应中的溶剂就不会再被蒸溜出 而且蒸空系统会失效 所以在每次的操作前 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冷凝管的页面 如果页面过高 就要将冷凝管里面的溶剂清空 三 夜太阳存在于冷凝管的危险 如果蒸空系统有漏气的情形 会造成外界的大气进入冷凝管 又因为氧气的沸点 比氮气的沸点还要高 大气中的氧气 就会在冷凝管中形成夜太阳 这样容易和有机物质反应 产生爆炸性的物质 非常危险 4.玻璃器皿的潜在危险 一些使用过久的玻璃器皿 会在屏蔽内产生较不易观察到的星星裂痕 如图中所示 如果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就必须将这些玻璃器皿丢弃而不再使用 此外如果实验常使用到一些无机强碱 例如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或者是含浮离子的盐类 那这些物质 就会造成玻璃的腐蚀 而且使 屏蔽的厚度变薄 这时就必须要自行提估 是否要将这些玻璃器皿丢掉 5.意外的发生 导致释放出 反应产生的化学物质 喷出反应品外 6.阀门系统错误操作和导致意外 例如惰性气体管和真空管线 相互弄反等的不当操作 在操作真空系统的时候 以下的防护措施必须要做好 1.真空系统应该要放置在 抽气量好的抽风柜中 实验使用期间必须要将 抽风窗门拉下 2.实验室里面 应该要有完整的防护装置 比如说实验仪和护目镜等等 如果有用液态蛋来做实验 而且真空系统不幸产生漏气 造成圣蓝色的液态阳 从空气中凝结在冷凝管里面 这个时候应该要先将 装有液态蛋的杜瓦瓶移走 然后将抽风柜的窗门拉下 并且设立警告标示 然后让冷凝管的物质慢慢回温排放到大气 并且寻求他人和安全单位的协助 以防万一 前面讲完了实验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后 接下来来介绍真空系统的维护注意事项 首先是真空管线系统的部分 一 应该要定期清洗输人可线 并且清洗完后要涂抹适量的凡士林 在装回磨砂口时 务必确认每一组的磨砂口号码 不可以随意配对其他组 以免发生不合 而造成真空系统之后运作不正常 二 系统使用完毕后 必须要卸除真空状态 回到正常的大气压 三 橡皮真空管经过一段时间后 会有老化的现象发生 应该要进行胎患 再来是帮补的维护 一 如果常操作含水物质 有腐蚀性 或是有挥发性的化学试剂 就要常更换帮补油 如果帮补油 被这些物质污染 就会造成帮补的损坏 二 要常从帮补的观察口 确认帮补油的页面 是否在一定的高度 建议的高度是高于一半 但不要超过8分满 三 应该要记录更换帮补油的时间 以例最终下次的更换时程 最后 我们来介绍杜瓦瓶和叶蛋桶 杜瓦是19世纪苏格兰物理学家化学家 詹姆士杜瓦所发明的双层玻璃容器 容器的两层玻璃壁上面都会涂上一层阴质涂层 同时把玻璃之间的空气抽掉形成真空 以防止对流还有传导散热 那阴质涂层则可以防止辐射散热 因此杜瓦瓶内的物质温度不容易发生变化 静待杜瓦瓶的改良 又会在外围夹装上一层金属片 以保护双层玻璃容器 市面上也有以不锈钢全钢化等材质来制作杜瓦瓶 杜瓦瓶的使用有几个注意事项 一,平常杜瓦瓶应该要放置在不易被其他重物撞击或者是敲击的地方 二,在倒液态氮的时候 应该要先慢慢倒一些液态氮 先让杜瓦瓶的内壁达到温度平衡 之后再倒入所需要的量 另外,当我们使用杜瓦瓶来装液态氮 来收集减压蒸溜与冷凝管所产生的溶剂的时候 请务病要用布来包覆杜瓦瓶的上缘 并注意杜瓦瓶内的液态氮是否足够 如果收集的溶剂过多的时候 就要注意冷凝管内管是否有阻塞的情况 如果有阻塞的情况发生 反应中的溶剂就不会再被蒸溜出 再来是液态氮桶 液态氮桶有分成储存型和运输型 它的构造最内部有一个装液氮的内胆 往外一层则是多层蒸溜丁和真空夹层 最外层则是由金属隔包覆 一般的液氮桶都有提手或者是手把 在它的上缘之处可以看到一个真空风口的接头 以及内部会有一个含有保溜龙颈管的保温盖子 那使用的时候注意事项有 一 盖子内部保溜龙构成的颈管必须要存在 这样才能达到保温的效果 如果因为意外而折断 则必须要更换 二 在到液态氮时 应该要将桶子放置在固定夹上 双手戴上防冻手套 在通风处倾倒液态氮 以防周围环境氧气不足而产生意外 认识微波辅助压力系统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微波化学的原理 微波化学是利用微波辐射来辅助消化 萃取核生物质的化学 微波频段的高频电磁场 可以加热含有移动电荷的材料 例如说溶剂中的极性分子 或者是固体中的离子 以水溶液为例 当带有极性的水分子 受到微波电场的影响 就会发生偶急转动 而转动的过程中 会和其他的水分子产生摩擦而发热 水溶液的温度就会因此而升高 而金属固体中的带电离子 接受到微波电场后 就会生成电流 那有了电流 金属也会产生电热 那这就是微波加热的基本原理 有别于传统加热法 是先借由容器对容易的热传导 再透过对流达到升温 那微波加热是直接对分子本身进行加热 也就是内部加热 因此微波加热的方法可以缩短反应时间 具有高效率高产率 还有高选择性等特色 本图就是微波加热系统的示意图 外在的微波能量 经过界电物质后 就会被吸收而升热 那这里的界电物质就是指容易 但如果是碰到无法吸收微波能量的缺氧体 微波就会直接穿透 而微波加热系统中 如果容器是密闭容器 液体加热过后就会形成蒸汽 进而产生高压 因此在高压反应时可能会产生的危险 在微波系统中也要特别注意 上排的第一张图 就是一个常见的实验室用微波设备 而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微波设备内会有一个转盘 下排的第一张图 微波设备中的物品 就是一个旋转容器 旋转容器的详细构造 可以看看下排的右侧图 它的主体就是一个固定架 会有勾槽可以放置多个 总有容易的反应槽 那这个固定架 可以摆放到36个容器 此外 为了使用时达到均匀加热 摆放多个反应槽时 它们之间应该要互相对称 就如同下排的第二张图 不同数量的反应槽 就会有相对应的摆法 接下来来介绍微波设备 应该具有的安全特性 当在实验室购入微波器材时 应该要注意购买的产品 是否有符合下列的几项要求 首先是通风系统 微波系统会有个抽风管 连接到抽风柜 避免人员环境 曝露于易燃和有毒物质 而溶剂感测器 是用来探测 可燃的有机溶剂是否有超量 如果过量 它就会自动关闭微波系统 电气护锁系统 当通风系统有故障 或者通气有阻塞的时候 它就可以强行停止 防止仪器继续危险运行 反馈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有温度探测 应可以控制温度 以防止样品过热 还有容器旋转器和波搅拌器 它们的用途是来减少 容器内的温度变化 调节温度的气泵 它可以产生均匀的温度分布 以及较短的循环时间选择器 它可以来做更精确的温度控制 其中安全特性最重要的 是要让反应容器 与所有电子元件都完全隔离 以避免电子元件产生腐蚀 或者是电点火的情况发生 如果电子元件有问题 那么以上的安全系统都可能不能正常运作 那剩下的系统还有像是压力释放机制 它可以保护设备 还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还有这个反应槽 应该要接地和涂满 不导电的材料 例如像是铁芙笼 以减少高能放电 最后还有微波炉门 应该要有防暴的能力 再来是介绍实验中可能会有的风险 首先 微波器材本身的安全性就是风险之一 所以使用的微波设备 应该要符合刚刚介绍过的几项安全特性 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而反应使用的容器 反应的温度 反应时间等等 都会是影响实验风险的要素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实验人员应该要遵守 注意事项 以及实验时的经验态度 不应该在任何细节上打马虎 另外这里附上 微波消化常用的无基酸 还有他们常压下的废点 供大家参考 美国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 对于使用实验的微波设备 有下列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 微波为非游离辐射 会被皮肤吸收 如果微波强度够强 皮肤组织可能会有损伤 而微波辐射 可能会从损坏的门密封条 角链和门酸泄漏 还有 用微波系统加热易燃物 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会发生爆炸 而在密闭环境下 加热可燃液体 形成的蒸汽 也有可能因为浓度过高 而产生爆炸 电线的部分也要注意 任何的问题 都有可能让电线成为点火源 而在密闭的设备中 加热化学物品 打开设备时 操作人员会承受到 比较高的蒸汽浓度 很有可能会受伤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要先让系统降温 再把容器取出 最后 微波辐射或者是加热过程 可能会对化学物质产生作用 进而产生有害的化学副产物 介绍完以上的这些风险 接着我们来介绍如何安全地使用 微波设备 在设备本身的部分 不可以对微波设备做修改 包括移除插头的地线 或者是更改插头 接着在加热的时候 不该加热危险物品 例如易燃的固体或液体 或者是爆炸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 而金属物品当然也是不能放 因为也可能会产生爆炸 另外要注意 金属物品也包含 铝箔 还有磁力搅拌棒 不可以在微波设备中 加热密封的容器 因为有可能容器内的气压过高 而产生爆炸 如果要来做高压的实验的话 应该要使用专用的高压反应槽 再来加容器到反应槽的时候 要确保容器有足够的顶部空间 不要加太满 这样容器形成蒸汽的时候 压力才不会过高 而启用设备的时候 要正确的设置电源和加热时间 以避免液体过热 最后使用完毕 从微波设备中取出容器的时候 要记得佩戴隔热手套和面罩 最后我们用微波设备的 安全操作准则 来为刚刚前面所讲述的注意事项 做一个总结 了解实验风险是很重要的 但是要如何实际避免 或者是危机处理 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所以安全培训是必要的 如果说发生了高压触电意外 操作人员应该要知道 CPR急救的方法 接着是设备相关知识的培训 使用微波系统前 应该要详阅操作手册 并且了解到潜在的危害 而所谓的互助系统 是指人员在操作的时候 最好要有其他伙伴在场 不可以独自进行实验 或者是系统维护 最后一项是定期维护 这样才能让设备持续的安全运作 定期维护的项目 包括检查微波泄露 还有对微波探测器做黏度的校准 还有要定期清理反应槽的内部 和波导管的表面 以及检查电路连接器 是否有损坏需做更换 前面部分说明完了 微波系统的种种安全事项 这里的单元呢 就来简单介绍 如何有效率的使用它 在做微波实验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选择适当的有机容器 那下面的这两张图表 就列出了合成常用的有机容器 来供大家做参考 其中这张图表的容器顺序 是依照容器的界电常数大小 由小拍到大 界电常数越大 即化能力就会越强 对微波加热就会越有效果 图上最上头的正极碗 界电常数非常小 因此微波几乎无法影响正极碗的温度 而我们常用的水 界电常数有到80 配合微波加热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那我们挑选有机容器的依据是什么呢 有几个要点 首先 极性容器搭配微波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做微波合成实验的时候 清气甲烷 乙醇 DMF 都会是常用的容器 还有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不用改变传统化学条件下的容器 尝试直接使用该容器来进行实验 效果可能也会不错 如果要使用非极性的容器 就可能要加入其他极性容器 形成混合容器 这样才会有加热的效果 此外 分子的极性表现也会因为温度而改变 以水为例 在常温它的界电常数有80 但如果到达了250度的高温 那它的界电特性 就会减弱到和常温的清机甲烷差不多 所以如果工作温度会到达这么高的话 实验时就可能要把容器性质有改变的状况考虑进去 再来 废点D的容器 实验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达到较高的反应温度 所以如果实验需要比较高的工作温度 那么容器就应该要替换成性质类似 但是废点比较高的液体 最后 实验的容液浓度 取决于直行化学反应的类型